什么中国政府有侵入英国选民登记系统 窃取数千万选民个人资料 中国大陆直接告诉你 根本没兴趣做这件事情 但是到底是谁在黑谁 现在动不动就要指控 中国大陆抹黑栽赃 这就是英国在做的事 英国的媒体很会是不是 现在你看英国的太阳报 这个太阳报上面在讲 这个凯特的事情 因为最近大家对于他的健康讨论很多 那么结果下面用差不多版面 在说什么中国骇客的攻击 攻击谁 攻击英国 好这还没完 重点还有在旁边 左下角这张图 大家看到这是英国另外一个媒体的 Telegraph都有报导 这个斗大的标题就是说 是中国和俄国在散播什么 虚假的讯息对谁 是针对凯特这么说 然后说对威尔斯王妃 这样的虚假讯息的用意是什么呢 说是要破坏英国国家的稳定 所以就说政府高级官员就担心了 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很可能还会 他的意思难道是说要动摇英国国本吗 但是其实大陆的媒体记者也很用功 就特别去查查了一下这个媒体 就查这个媒体 就说到底是谁在黑凯特 或者是在黑英国呢 结果这个媒体英国的媒体自己 他写这篇的这个媒体 说一共就有多达64篇 都是跟凯特有关 而且都是在质疑凯特 说为什么没有公开的现身 坐在车子里面的那个女性 到底是不是真的凯特 还有威廉他旁边的那个女性 那又是谁 就大家就说是不是什么 这个凯特的闺蜜 就说一直在质疑的是你英国媒体自己 多达60几篇 那跟中国或甚至是俄罗斯 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凯特最近这个销声匿集 后来出来辟谣 这是我也追踪了一下 那我每天看到的英文的媒体 起码不下十篇 是啊 不只是英国 美国的媒体吵得更厉害 那更有趣的 还有他英国的王室的新闻机构 发布了一件照片出来 那这件照片到底是不是他们发布的 那个英文照片 结果就大家拿出来检验说 这个是合成照 那个是假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些我看了 我没有看一篇中文媒体 全部是英美 大报中报小报统统有 对 所以怎么会扯到中国大陆 我觉得真的是太扯了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篇这个标题 那太扯了 我也吓了一大跳 对太扯了 而且这里面 这个卡麦隆说 中国有关的 与中国有关的组织 中国官方有关的组织及个人 针对性的攻击英国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 民主制度跟政治过程 是不能接受人家公平的嘛 然后呢 完全令人 令人完全无法接受 那请问一下 英国天天干涉别人的政治过程 对不对 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 就可以接受吗 这个简直是 真的是跟周楚实在太像了 周楚 这完全是英楚 就是说他拼凭别人 这个是祸害 最后他自己是最大的祸害 始作永久最大祸害 就是英国 我们光讲香港的问题好了 他什么资格来评论 香港的这个 国安法立法 他凭什么 对不对 香港立法局全票通过 他凭什么 他已经不是英国的殖民主人了 他还活在过去的 对啊 他说别人不能批评英国的这个好 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 他就可以批评别人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 对不对 而且你民主不是就是一个开放透明社会吗 你怕人家批评吗 对不对 别人批评 善意批评的话 你就认为是攻击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人 已经怎么讲了 跟周楚完全一样的心态 自己为恶 还是认为自己是善人 是 来 不过 我给你讲一下 是 帅将军 你记不记得以前一个那个王菲被记者为追到最后车祸死掉了 还对吗 戴安娜王菲 戴安娜 我跟你讲 英国的这个八卦杂志 八卦媒体最喜欢报皇家的新闻 对 假定你要搞什么政治的这个抹黑的话 你怎么会选择凯特呢 凯特能够动摇民主制度跟 这目标不对 因为这几十年来我看这个媒体都是王菲怎么样了 王子有什么绯闻了 没完没了的 但是你看这个版面 我就想起来美国的这个所有我们的国会的这个 我们的民主基金会干的事就花了好几亿 培养欧洲跟美国所有的媒体专门报中国大陆的负面新闻 这种能够在这个杂志上灯这么大个版面 真的很大耶 你看 灯这么大 那不是有钱好 这个分量真的已经不亚于这个凯特的新闻版面 他的目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王菲跟这个有什么关联 中国大陆要去害人家王菲干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完全是这个牛头马嘴不对在一起的 我们就看出背后的动机嘛 材料原材料是这些八卦新闻专门搞王菲资料 被美国这为媒体里面要破中国脏水的运用上了嘛 这两个结合是合理的 我们看了几十年啦 那些小报专门报黄石的这个故事嘛 对不对 我们有印象都记得了嘛 对 是 所以问题来了 就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看西方国家又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真的蛮忙的 因为最近要回应这个事情 其实上个月不也是回应过吗 你看汪文斌上个月怎么讲的 当时就有记者在问 五眼联盟网络安全机构联合发布网络安全警告 说受中国政府支持的嗨客组织福特台风 潜入美国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网络 中国为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在准备 所以汪文斌就说坚决反对美国这些五眼联盟国家 毫无事实依据就对中国抹黑攻击 去年五月就已经曾经抛出过类似报告去抹黑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再来抹黑中国闹剧的续集 这是粗制滥造的位列产品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就严正的声明 二月就来过三月再来一次 这是什么动不动就要再来一遍 抹黑好像是变成了是他们的日常一样 可是我反而要问的是蔡委员 就是说这一波就最新的这一波 为什么他们就一起又要再来搞这一局 是跟TikTok有关吗 是跟中国大陆现在是要积极地要对外资要开放有关吗 那我们如果讲TikTok的话 你看美国是怎么样施加压力的呢 结果现在说TikTok的执行长据说有发一个声明 说经过评估不打算接受被收购 还要退出美国市场 真的是这样吗 我先请教一下蔡委员 有关于TikTok退出美国市场 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发布这样的说法 而且这个案子还在美国参议院在讨论当中 美国参议员似乎没有共识 所以可能我们还在观察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这个讯息说我们要退出美国市场 不接受收购 那如果真的有这个小道消息 那应该也是谈判策略的一环 所以你看美国副总统这个贺锦丽 就马上出来讲 这个我们白宫没有这个意思 要处理这个TikTok 绝对没有要禁止 对因为他怕得罪这个TikTok上面的网红 中小企业还有年轻人 这是过程TikTok最重度使用的人 因为中小企业没有钱去登大广告 所以他就在TikTok上面自己做影片 这样散布 所以对于选票已经差距这么小的两个总统候选人 连川普也讲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选票威力很大 周壮司这边又在发动他们里面的网民 去给那个参议员压力 你要是美国这种位阶选的越高的话 越差距越小 就越担心这种选票的流失 对 那你那众议员 很多那种众议员根本就是地方上的脚头啊 他根本不太有选区不大 不太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所以比较会冲锋陷阵啊 那美国不动不动就说 中国有什么有什么 你注意看哦 他的议题啊都是旧议题隔一段时间拿来炒 你看从以前说中国却盗美国的智慧财产权 记不记得现在有人谈吗 中国的专利比他多啊 对啊 已经不谈了 谈不动了 对啊 然后中国的棉花 没有新疆棉花 对不对 然后又来个什么 香港问题 对不对 然后又来台湾问题 那隔两天啊 不晓得还有什么 就这几个问题就绕来绕去 没什么新花样 要不然现在开始讲中国的汽车啦 这个中国的起重机啊 反正他就是都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个智库写个报告 那媒体就操作一番 那政客就呼应一下 注意到这个新闻隔两天就没有了 好好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